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回房台北 这次连同学和家人也投入 今天蔡英文住在美国的同学和姐姐都现身 加入了小英海外后援会 蔡英文说她很多挺蓝的同学已经倒戈了 姐姐蔡英如也说 兄弟姐妹这个礼拜都会陆续返台 倒数时刻要打潜水战悄悄复选 人群中大学同学意外现身 让蔡英文又惊又喜 我的同学里面很多是蓝的 全部都倒戈了 中国这个老同学对他很有信心 他擅长把我的蓝的同学拉过来 参加小英海外后援会 蔡英文当年的台大法律系同学刘晴莹 旅美三十几年 九月份蔡英文出访美国就曾经公开力挺 返乡投票更不能缺席 原本是打算低调站在一旁 不过最后还是上前给蔡英文爱的拥抱 不止这样 其实蔡英文没现身的台大法律系同学 早就组成了小英同学会 我们在国外其实只有五六个 那我知道有回来的大概就有三四个 因为那个蔡英文的关系 我们同学是每年大概 现在每年大概平均都有六四到十四 这个同学会 那么基本上动员 我看是全班都在动员 那其实是蓝营的 我们也拜托她说 我们请大家同学支持小英 同学权力相挺 更别说是家人 旅居美国洛杉矶的声乐家姐姐蔡英如 两周前返台 已经悄悄加入蔡英文的复选团队 已经回来两个礼拜了 明天后天陆续会有 我就跑一些 我都都在北市比较多 因为北市属于我们比较弱的地区 所以我就走一下一些社团 就潜水站 潜水站就是默默的做 帮忙跑滑浮选拉票 总统大选不止主帅忙翻天 同学家人一个个当起分身 要帮蔡英文催票 民事新闻 万岂沈培志 台北报道